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你们每一个人陪我走到了今天 这段时间呢 请大家另外找工作 如果有需要我帮忙呢 尽管开口 我一定全力以赴 真的很抱歉 一切的一切 没有别的借口 是我能力不足 是谁需要结束的 妈 身为这间餐厅 最大股东 我决定继续投资 而且加大投资 大家不用担心 只要好好发挥你们的才能 把这间餐厅做好 做大 可以吗 好 妈 你为什么这样 为什么 是你的朋友李月月改变妈的想法 也是李月月月让我了解 原来我的儿子为了理想这么的努力 小龙 接下来你要面对的问题 会越来越多 我现在是股东 王总也是股东 五百万的加码投资 你现在唯一要做的 就是好好想想 如何让餐厅 在下半年内 转亏为一 我会时常来监督你 但我也希望 你能够听我和王总的建议 行吗 没问题 另外法式龙虾葱拌面 我觉得味道不错 也很有特色 我建议把它成为餐厅的招牌菜 这个没问题 还有 小龙啊 我们现在餐厅不是没有主厨吗 是 我觉得房小龙不错 你把它提升为主厨 推广这个招牌菜 妈 房小龙是挺有天赋的 但以他的经验和资历来说 生他为主厨是不是有点太快了 而且对其他厨师来说 恐怕会有点意见 你的考虑是没错 团队固然很重要 可你有没有想到 当初你想要开餐厅 你也是没有任何资历跟经验呢 妈不也相信你 不是吗 是 我知道了 那是因为什么 方小龙 这次一定是你的功劳 我 老板 你妈妈特别喜欢你的法式龙下葱油拌面 肯定是因为你 她才决定加大投资 不可能吧 各位各位 开工了 第一道菜 范女士指定要上海最地道的葱油拌面 小龙 范女士指定要你做 让我做 我说吧 你看妈 我就说那是你的功劳 不吗 我说嗯 我说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